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今天很多人碰到你 都问你一件事 明天刚刚讲的 朱立伦 侯友宜跟柯文哲 还有监军 刚刚讲我是做见证人的马英九 要在马英九基金会里面 我来什么 两边要做最后的一个谈判 大家都问 明天到底会怎样 明天真的会有最后决定吗 对 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愿意担任国民党这一 侯友宜的副总统 这是一个可能性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翻脸 就是两个可能性 因为很简单 因为目前国民党提的方案 有提到政党的比率嘛 那政党比率摆进来的话 国民党不会让步嘛 因为马英九是缴获情况之下 现在党团也进来跟他吵 党团也抗议他嘛 所以马英九变成说 这个就是妄作小人嘛 就帮了柯 你说什么 马英九忘作小人 他就帮了柯 当然那个小人结果国民党讨厌他 现在国民党反而 现在变成整个团结一致来抗马抗柯嘛 抗马抗柯的情况就是原方案不能动 对不对 你比民调大家来比全民调 但是全民调是比国民党版本的全民调 不是你柯文哲版的全民调 对啊 那好了 这个情况之下就摊牌了嘛 然后明天是王建王哦 统统是主角 四个人全都都是迪士尼军 都是 没有退的 没有退的 没有回旋空间的 可以很丢 很丢 大家当场可以决定事情 而且 话都讲得很硬了嘛 所以唯一要退的一个可能性 只有柯文哲退嘛 接受国民党的版本的全民调 那不可能国民党退吗 国民党不可能退了 国民党不可能退了 就回去讲完了嘛 他讲 因为今天如果退的话 就回不了国民党了 国民党党团昨天已经发言了嘛 对 讲得很硬嘛 国民党退无可退嘛 那柯文哲是一个人嘛 柯文哲我讲过嘛 他神仙老虎狗嘛 他现在从狗爬到变成老虎了嘛 因为民调开始起来了 跟明天迭回狗他也无所谓啊 他一个人他也不要开全代会 他也不要跟他 他也不要跟婆婆妈妈报告 他没有全代会的问题 所以跟他妈妈讲一下 神明讲一下 其他无所谓 所以柯文哲就一个人可以决定嘛 但是这个情况之下就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 按照国民党版本 一个就是明天翻臉 可是本来我认为 柯文哲明天会变成狗 就接受了国民党版本 你觉得明天他会接受 因为这个可以很简单 因为利益差太远了嘛 因为你有钱可以用 有人可以使唤 然后轻轻松松坐在那边 八人大叫抬着你去 而且场面都是你的 你后面两个月都是你的新闻 好的不得了 然后就开始就每天吵架骂人 今天这选举不谈政策了嘛 今天选举的特色就是大家骂人 骂人不是刚好柯文哲的专业吗 他充分发挥台湾骂人大王的这个专业当选总统 就是侯友宜当选总统 但是这个很好嘛 可是刚刚看到这个新的变数啊 郭台铭 郭台铭跑出来了 这个麻烦了 如果郭台铭在后面当后盾 因为柯文哲只有一个顾虑 钱 钱 钱 他如果单独家一选的话 他选不到底嘛 因为后面的钱太多了嘛 他没有那个财力啦 而且他募的款不够 他的财力不足以支撑了后面的两个月 后面两个月完全是花钱比赛 所以他要钱 他要钱嘛 要钱的话 就是说如果他要来当这个 国民党的副总统 跟当郭台铭的副总统 哪一个都一样啊 都是一样啊 都是钱的问题解决了 都钱的问题解决掉 反正都他认为反正都不能当选 不是 我要开机场就开机场 我要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了 钱解决掉 还有一个 我跟他也是不甘情不愿的 就跟侯友宜配嘛 他一天到晚强调他是台大医学院教授 他瞧不起侯友宜嘛 他瞧不起侯友宜 他到处瞧 到处讲他瞧不起侯友宜 然后呢 他一样是副总统 国民党的副总统 他就不愿意嘛 他认为他理所当然当总统候选人 现在图谋这个失败嘛 革命失败 对不对怎么办 退而求其次嘛 退而求其次才可以卖个钱嘛 那经费没有问题啊 郭台铭答应他后面民众长 十年经费他包也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那这个民众长就活过来了嘛 所以他把这个机会 拿副总统的 他反正副总统 你只是说反正是卖的 只是卖给谁 所以反正就是卖嘛 卖给一个好价钱嘛 卖一个舒服对象嘛 但是郭台铭是这样子 他不会当副总统 他也不会当立法院院长 他只有一个目标 总统 就总统跟你干到底 然后为什么你知道 我现在搞懂了 因为刚刚刘安伟不敢讲话 你看到没有 刘安伟不敢讲话 深深地叹流一口气 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没有水晶球 对然后他是这样讲法 可是以我了解的郭台铭 郭台铭我现在发现 他的个性非常硬 因为很简单 我讲白了 他根本不怕司法问题啦 一点都不怕 完全不担心 他也不怕习近平 他 习近平他拼了嘛 他只剩两个月嘛 搞不好他当选啊 怎么可能 不是 你有没有听过马会飞的故事 马会飞 马会飞嘛 郭台铭 他把他的儿子 他的郭守正 最重要最重要的郭守正 送到美国去 送到美国去 我跟你讲断点 这全部断点啦 没有的啦 官司扯不到郭台铭身上 一点关系都没有 屁 你的检察官不敢开传票 我讲坦白的 所以他不怕司法 而且司法破坏他 反而变成他这次 非要拼的原动力 你知道吗 他板向操作 所以我现在开始怀疑说 明天他有 如果今天蓝白盒失败 对 他跟柯文之间 会不会联手一起来 搞一个大的玩意 翻天覆地的造反 就是变成一个郭柯佩 在后天登场 坏帅 你说你看这一局 明天或许是个关键 可是真正关键在19号 才真的图球比线 对我觉得真正关键在19号 其实现在大家 如果有点那个 比较政治敏感度 应该都知道 朱立伦跟侯友 是绝对不可能去接受 柯文哲所提出来的 100%的一个全民调方式 但是为什么 明天还要出现在这个场合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现在登记还没截止 现在柯文哲还有可以随便 蹦出一个我要提名声 我要什么 都可以 他还可以冲康你 那个国民党 这个部分的立法委员的选期 现在情况是这样 如果说马英九 如果说现在已经很明显表现出 我是支持柯文哲 对不对 但是到11月19号 如果马英九还真正 站在柯文哲台上 我跟你讲 马英九他虽然没有移民 但他真的也是毁于一旦 因为你是喝国民党奶水长大的 因为你是受到国民党栽培的 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披着国民党战袍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 结果你现在竟然站在民众党 10月19号适时大会台上 他会真的19号 如果他真的站在旁边的话 我觉得他会变成是 反而被所有兰英万夫所致 而在那个情况之下 虽然会对兰英这边 会有一个部分的压力 但是到11月19号 11月20号之后 整个盖棺论定之后 我觉得国民党才会真正跟柯文哲算总 好 雨晶 现在真的 如果明天谈不成 真的蓝白会对抗吗 还有我也非常好奇 蓝军的基层到底的想法是什么 蓝军之人到底像马英九讲的 我就是要蓝白喝 我就是要民党下架 还是说 他坚持 要侯友宜选到底咧 我先讲一件事情 两边都已经做好兼毙轻宜的打算了 两边都做好了 对嘛 军马粮草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你现在去问国民党民众党 谁没有把自己的备用副手的人选找好 每个都找好了 两边都找好了 所以明天这个叫什么 暴风雨前的宁静 明天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 出乎大家意外之意料之外 竟然柯文哲愿意说 我服软当副手 我敢保证一件事 绝对 国民党 侯友宜 朱立伦 没有什么全民调的空间 明天讨论的是叫做结果 没有全民调的空间 明天不会讨论方法 明天只会讨论结果 不会讨论方法 结果就是一翻两瞪眼嘛 要嘛我们合起来 要嘛不然我们大家就 各自好聚好散 只有这种可能性了嘛 可是这次不一样 是马英九出来了 马英九说我是在当见证人 而且在马英九基金会 而且马英九刚刚讲 萧续成 他们已经 这两个人 已经全部 力挺 因为柯文哲已经跟柯文哲 绑在一起了 对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马英九明天他可以做什么 他不能与会 他说马英九 他不能与会 他只负责看这个共识出来的结果 这是马英九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嘛 他明天只负责见证 他不是坐在旁边吗 没有 就是说你们谈去谈 他的意思是说 马英九贵为前总统 贵为前当主席 怎么能够屈尊降价 来去看你们这些幕僚搞这些东西呢 不行 他只看结果就好了 这是对外放出来的消息喔 所以马英九他本身是不会参与的 他不会施压吗 再来我问第二件事情嘛 马英九要凭什么施压嘛 马英九凭什么施压 他是总统耶 他你是前总统耶 前总统 前党主席耶 前党主席 前都有加一个前资 没有了吧 那照这个逻辑 红秀柱也要不要来参一咖 江启臣也来参一咖 连赞请这个也来参一咖 所有前党主席 大家都来参一咖嘛 你的职权是什么 你马英九的影响力是什么 他没有影响力吗 当然没有嘛 他对党内哪有什么影响力 马英九没有影响力 他有影响力 他需要公开放话吗 他需要放给媒体 然后让所有的媒体 把这些千夫所指 用舆论的压力 去打击朱立伦 打击侯友人 我不管哥哥个眼皮 我都没有权力了 他如果有权力 他自己党内处理就好了 他就党内瞧一瞧嘛 对吼 当年施压嘛 如同金小刀杀人需要箭报 不用嘛 党内直接给你砸了 对 所以他没有这个实质上的能耐嘛 所以他只能透过媒体上的压力去施压嘛 所以讲白了 等到明天过后就会概观论定 而且概观论定的不是朱立伦 也不是侯友宜 因为概观论定的是 你马英九到底是大工程还是历史罪人吧 因为这一场饭局 这一场鸿门宴 这一场戏是谁促成的 马英九 那是你促成的啊 你说要大家谈啊 大家来跟你谈啊 所以朱立伦为什么要接球 我陪你演啊 对不对 我陪你来演嘛 你要我来谈我就来谈啊 那我跟侯友宜我们是什么 我叫 一个叫总统候选人 一个叫做现任党主席 我们两个才是现在真正话书欸 不是吗 我们两个就是坚持捍卫国民党的立场嘛 对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我才是话事者 对嘛 我们立场就是 背就来嘛 六四比要不要 你不要那就算啊 那你如果要当副手要不要 好啊 那我们就来谈嘛 可是马英九说这个社会有很强的 就是要民进党下家 如果你们今天出个反对 或者你们今天去批评柯文哲 你们今天如果担心柯文哲2020年 今年当上了一个总统 你们就是罪人啊 你们就是1450啊 你们就是支持赖清德啊 那请问一下侯友宜近期来的民调 为什么一直往上爬升 北一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 侯友宜再度爬升 只有一个乱局导致他下来 就是马英九天乱 让他民调下来嘛 侯友宜最近为什么要谈起来了 难道是侯友宜讲的什么做的什么特别好吗 不然呢 不是 是因为蓝银基层支持者都炸锅了嘛 是炸锅喔 你现在跑去问任何一个名代 说你们的服务处办公室 最近电话有没有被打爆 我这数都数不完欸 对不对 谢龙介也被打爆 然后这个 你说什么黄金瓶也被打爆 游鼠卫也被打爆 各式到处都被打爆 这难道是大家集体串供吗 对 说好了吗 讲个网话吗 没有走到路上他们说 我现在出去外面 每天民众都一直反我 叫我们自己自强 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 因为国民党还是有 百分之二十五的基本盘嘛 这些人即便恨铁不成钢 但也没有办法接受一件事情 不能当汪金卫 对嘛 不能当汪金卫 而且也不能 马英九就是标准的汪金卫 完全没办法接受 我懂了 所以现在机程 不要的是蒋介石 带领大家打八年抗战 四年不行打八年 不是汪金卫投降 过去是说 我懂了 把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真的像汪金卫耶 年轻的时候像汪金卫 所以跟我去大家讲说 你客观者不能把我们 国民党的候选人 脸压在地上踩骂 每天羞辱一次嘛 每天说来嘛 每天羞辱 但现在状况不一样 现在大家把箭头指向谁 指向汪金卫 指向马英九嘛 因为大家现在认为说 你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 前总统 你应该要捍卫 国民党的利益 捍卫国民党的尊严 结果你反过头来说 为了下架民进党 国民党不重要 我们呢 要支持客观者 我们要跟客观者站在一起 传递这样的讯号跟概念 给这些蓝银的机制 不是 你当了八年总统之前 前面八年也是陈水扁的 而且前面八年 你干了什么赖事 大家也知道啊 对嘛 没有错嘛 而且我们在讲 这已经不是马英九 头一回做这种事情嘛 所以现在树立伦 这个接球接的巧妙 为什么 因为等到明天过后 反作用力会到谁身上 马英九吧 我就问吧 如果到时候诸侯 列队 副手 拉出来 我们国民党 私立自强 结果当柯文哲 跑去跟郭台银 跑去跟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是谁想看的 就像金国先生讲的啊 庄敬自强 处变不清啊 对嘛 那时候谁会难看的 还有一个圣蒙能断 对嘛 那时候唯一难看的一个人是谁 就只要满久了嘛